只因多和男同学说了两句话 这个女孩就被父亲强行带出了学校 随后一家四口坐上车急忙逃出城市 西娜一脸猛逼 询问父亲发生什么了 父亲只是说要带他们去一个安全区避难 这时车上的广播里传来了一则紧急新闻 有很多市民在淋了雨后 出现过敏反应甚至呼吸衰竭而死 西娜听了云里雾里 而由于父亲一边开车还一边打电话 甚至还转过头查看小儿子安全待机好没有 这就导致一辆大货车逼让不及侧翻了 直接将整条路都给挡死了 眼看天空阴云密布即将下一场大雨 父亲无奈之下只能选择带着一家人下车跑路 至于其他人的死活他也管不了 父亲告诉西娜 雨水中含有一种致命病毒 绝对不能沾上哪怕一丁点 暴露在室外只有死路一条 现在他们只能暂时到一个地堡里躲起来 一家四口跑进树林中后 很快父亲便找到了一个避难所的入口 又进行身份识别后铁门才打开 这个地堡里有充足的物资 足够他们生活很长时间 而将家人安顿好以后 父亲就穿上防化服准备出去一趟 临走之前 他叮嘱西娜 这场末日浩劫可能会持续很久 轻易不要离开地堡 更不要接触雨水 最后一定要照顾好弟弟 自己要出去寻找病毒的解药 说完后父亲便独自一人走出了地堡 西娜茫然地拿出手机想看看新闻 果然和父亲说的情况一样 有很多人在网上发布视频求助 原来城市里已经有不少人在淋雨后莫名地死了 而剩下的人都躲在室内不敢出去 城市中已经陷入了一片混乱 母亲安慰两个孩子别害怕 这个地堡足够安全 虽然嘴上这么说着 可不停颤抖的手也暴露了她紧张不安的心情 突然一阵敲门声响起 西娜以为是父亲回来了就准备去开门 而母亲让她别管 因为如果是父亲回来的话 那她根本不需要敲门就能进来 但西娜却觉得 也许父亲是遇到了什么突发情况 于是趁着母亲不注意的时候 偷偷带着弟弟雷恩就跑去开门了 可出现在门口的却是一个面目猙獰的陌生男人 身体还做出诡异的动作 这男人还一把抓住了弟弟想将他拽出去 这时发现情况不对的母亲也跑了出来 看到这一幕 她毫不犹豫地直接冲了出去 将那男人扑倒在地 可她也被雨水淋湿了身体 然而雨水中蕴含着大量的致命病毒 只是短短几秒钟 母亲就倒在地上浑身抽出口吐白沫 西娜抱着弟弟惊恐地看着这一幕 不敢踏出地堡一步 而母亲则是用最后的一丝力气叮嘱他们 赶紧关上地堡门千万别出来 随后便痛苦地倒在地上慢慢没了动静 两个成年人在这种致命病毒的作用下显得不堪一击 最终西娜还是选择将门给关上了 姐弟俩都被吓得不轻 西娜本想给父亲打电话 可手机却没有信号 又想穿上防化服出去寻找父亲 但却没有勇气 毕竟刚才可是亲眼见过那些雨水的恐怖毒性 无奈他选择了和弟弟蜷缩在地堡里休息了一晚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弟弟 拿起一个平板电脑丸 无意间打开了内置的地图软件 两人这才知道 原来附近还有很多这种地堡 西娜顿时激动了起来 既然有其他的地堡 那么肯定也有其他幸存者 不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 并不能和其他地堡取得联系 幸运的是他们在仓库里发现了一部无线电设备 接通电源后发现能够正常使用 只是里面传来的是断断续续的声音 根本听不清楚 只能让弟弟雷恩将天线拿远一点 最好是放在地堡的门口 很快无线电里传来了一个年轻小伙的声音 在对方的讲述下 西娜这才知道外面的世界 已经彻底陷入了混乱 绝大多数的人都在雨水的冲刷下死掉了 一些没死的人也都陷入了疯狂 毕竟末日当下 社会秩序也早已不复存在 而这个小伙也是靠着躲在地下室逃过一劫 西娜爆出父亲的手机号码 想让对方试试能不能打通 经过尝试后还是无法打通电话 小伙最后告诉西娜 医院那里设有一个撤离点 专门给幸存者们留的一线生机 西娜还想问问清楚 但突然地堡里的灯灭了 无线电也因为没电停止了工作 虽然被用电源自动开启了 可西娜却联系不上刚才那个人了 不过对方也告诉了她一个重要信息 医院有撤离点 这也许是个求生的机会 西娜本想自己一个人 先出去看看那个撤离点是什么情况 但弟弟雷恩却让她不要出去 如果被雨林死了怎么办 她可不想一个人待在这地堡里 这三个幸存者在树林中 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飞机残骸 这正是他们冒着大雨也要过来的目的 只因他们想在飞机的驾驶舱里 寻找无线电设备向外界求助 这部分残骸显然就是飞机的前半部分 当三人钻进去以后 看到头等舱的座位上 只有几具冰冷的尸体 这种情况显然不可能有幸存者了 而由于整个机身是树立在地上 三人爬进去的时候 就像是在攀岩一样十分吃力 杰克率先爬进驾驶舱 看了眼驾驶位上机长冰冷的尸体后 他就立刻开始寻找无线电 可突然间 机长的尸体猛烈地咳嗽了起来 杰克这才反应过来机长还没死 他赶紧找出一瓶水位机长喝了两口 而这机长在醒来后说的第一句话 就是询问有多少乘客活了下来 杰克将现在的情况告诉了他 一共有48名乘客生还 而且现在已经过去了16个小时 并没有任何救援队找到这里来 随后杰克又在机长的指示下 成功找到了那不无线电收发机 机长试了试发现没有信号 似乎机器还出现了故障 而蒂娜突然发现 那个男歌手查理不知道跑哪去了 随后又诡异地从厕所里钻出来 就在这时 一道尖锐的声音响起 就连地面都在震动了起来 紧接着四人就看见 飞机外面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身影 就像是一个巨人从旁边走过 同时还伴随着一种怪物的低哄声 他们全都吓得缩在角落里不敢出声 杰克大着胆子 想透过玻璃看看 外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而一高人胆大的机长 干脆放下无线电 从玻璃破碎的地方 将头伸了出去查看 结果下一秒 机长就遭到了未知生物的袭击 只听他惨叫几声后 就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扯了出去 雪还见得到处都是 其余三人都被这一幕吓傻了 而紧接着整个机身残骸 也被推倒在了地上 杰克迅速抓起那不无线电机器 率先跑了出去 其余两人也紧紧跟在后面 一路狂奔逃走 三人能跑一个是一个 总比全都被那怪物吃掉好 但奇怪的是 那怪物似乎并没有追他们 三人跑出去一段距离后 才发现身后没有任何东西追来 这时雨也诡异地停了下来 当他们尝试往回走的时候 却看到了机长血淋淋的尸体 正挂在树枝上面 虽然不知道杀死机长的怪物 到底是什么 但三人都决定不把这件事情 告诉其他人 以免引起幸存者们的恐慌 当三人回到海滩上后 居然看到有两个男人在打架 杰克赶紧上前阻止了他们 至于打架的原因并不重要 在这里待了快一天了 大家并没有等到救援队的到来 或多或少都有些失望的心情 随着等待的时间越来越长 幸存者之间的矛盾肯定会越来越多 蒂娜郑重地告诉大家 无线电虽然是找到了 但有故障没法用 如果有谁会修可以来试试 刚才参与打架的 其中一人开口说自己会修 原来老贾曾经在军队服役 并且参与过战争 维修电子设备 对他来说并不难 由于在这种鸟不拉屎的小岛上 手机和其他通讯设备 都根本没有信号 他们只能寄希望于 这台无线电收发机了 很快老贾将无线电修好后 重新找到了蒂娜 由于这机器的电量不多了 就在这里尝试的话很浪费 老贾认为最稳妥的办法 是到一个山顶上去 才更容易接收到无线电信号 这样也能让大家获救的几率更高 随后蒂娜和老贾商量了一下 就准备爬到最近的那一座山顶上去 杰克由于要照顾一名 反而是有其他几个人愿意去 其余的绝大部分幸存者 都无所事事地留在沙滩上 有人甚至一点都不着急 躺在沙滩上晒起了日光玉 仿佛他来这里 不是因为出了飞行事故 而是来度假的 这只六人小队正穿行在树林中 突然不远处传来一阵怪物的吼叫声 听起来像是某种大型猎食动物 几人愣了两秒后纷纷拔腿跑路 就他们这赤手空拳的 搞不好全都会变成那玩意儿的午餐 而就在其他人都慌忙逃走的时候 唯独一个金发男人站在了原地 甚至还淡定地掏出一把手枪 接连几声枪响后 没想到这体型巨大的动物 竟然就这么倒在了地上 其余人见状也走了回来 众人查看后发现 这竟然是一只北极熊 可北极熊怎么会出现在这种丛林里 这显然不科学 但大家更关心的是 为什么詹姆斯身上会有枪 尽管他解释说 自己是在一个尸体身上找到的 可大家并不是很信任他 毕竟现在他们都被困在小岛上 只有他一个人手里有枪的话 那性质就不一样了 关键是昨天还有人发现 他的身份是一名被押送的囚犯 这无疑是增加了他这个人的危险系数 就在詹姆斯试图和其他人解释的时候 站在后面的蒂娜 趁机一把抢过了他手里的枪 随后把枪的弹夹和子弹全都卸掉了 枪还给了詹姆斯 而弹夹则是交给了和詹姆斯有矛盾的老甲 这样显然是最安全的办法 詹姆斯脸上的表情有些无奈 明明是他胆量过人开枪救了大家 可不但没得到感激 反而还遭到了质疑 接着众人继续前进 终于来到了一片地势较高 而且又开阔的地方 老甲打开无线电收发机 开始接收信号 尽管希望渺茫 可现在这几乎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一番尝试后 还真的从无线电里听到了一个女人声音 但听起来似乎是法语 而且是一直在重复一句话 在场的只有一个年轻女孩懂一丁点法语 在她的翻译下 大家才知道 这其实就是一个法国女人的求救信号 更让大家感到绝望的是 这个声音居然一直重复播放了足足16年了 很显然 在他们来到这座岛上之前 还有其他人来过 并且发了16年的求救信号 依然没有得到回应 众人心中都万分疑惑 难道这座小岛不是在地球上吗 不然怎么可能一直都没有外界的人 收到无线电信号 如果说所有的信号 都无法离开这座小岛的话 那就更让人感到毛补悚然了 尽管这样的结果很绝望 但蒂娜他们回到沙滩上以后 还是将这件事情告诉了所有的幸存者 但只是说无线电的信号发不出去 至于那个循环了16年的求救声音 由于害怕引起人群大面积捧慌 他们六个人就提前商量好了 先不说 眼下只能让大家接下来节约食物 因为救援队很可能短时间内 不会找到他们 随后所有人分成三组 一组负责收集和整理所有的食物 一组负责收集水源和能装水的容器 以便于在下一次下雨的时候用 最后一组的人 则是需要收集所有的电子设备 老贾打算自己制作一个信号放大器 再试试看能不能将 无线电信号发射得更远一点 大家虽然都感到有些失望 但这种时候 只要心中还有希望 肯定就能活下去 而杰克一直在照顾的 那个昏迷的伤员 在昏迷中竟然迷迷糊糊地说了两句话 他兜里有一张照片 让杰克一定要小心这张照片上的女人 因为这女人是个危险人物 杰克看到这张熟悉的面孔时 心中生起一阵疑惑 自己和蒂娜相处了两天 可他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杰克本想问得明白 但这男人始终只是重复这两句话 又并没有说清楚 而且由于这男人的伤口感染得很严重 情况很不乐观 杰克推断他应该活不了几天了 由于没有合适的药物来治疗伤口 晚上这男人痛得惨叫连天 搞得其他幸存者都没办法睡个好觉 一直这样下去显然不是办法 与其让他一直这么受折磨 还不如给他一个痛快 可这种事情 作为一名医生的杰克却下不去手 蒂娜也没有这个勇气 最终蒂娜干脆将上好弹夹的枪交给了詹姆斯 而詹姆斯听着耳边传来的那男人的惨叫声 自然也明白了蒂娜的意思 只不过詹姆斯的判断出现了失误 他原本想对着心脏开一枪 结果打偏了一点 虽然还是会死 可却不会死得那么快 杰克见状也选择放弃了失救 第二天早上 那男人终于还是断气了 而蒂娜也知道了自己的照片被发现 他直接找到了杰克 打算坦白自己的经历 以及为什么会被说成是危险人物 但杰克却阻止了他 因为每个人多少都会有点秘密 没必要全都如实交代 何况他们现在还处于这种偏僻的小岛上 还不知道能不能离开这里呢 每个人其实都相当于是重获了新生 以前的那些事情和秘密 或许将他们遗忘了法更好 谢谢大家